复活 奧利巴重夺怪力无双称号 堂堂复活啦 大家好我是baby新人鸡蛋糕 至于详细水丸相互刀要40块吧 30139块 奧利巴和苏米两头肥猪冠完结后 就到停车场进行康复训练 奧利巴报应 要为倒三角搬回一局 双方实战再开 奧利巴一边阴阳怪气的说 这一战不在相互的范围内 一边慢慢抬高拉帮满轻轻的小手 OMG 奧利巴拳一把超级力左三勾拳一拳打爆树米的下巴了 减不害减啊 离谱的拳力 非但将肥力的猪疤揍成尖角冲天之飞 甚至连两双猪蹄都离地浮空了 这可是250公斤以上中的肥大黑猪啊 这代表奧利巴的拳力已经达到500公斤以上了嘛 而且这还不是观众所打出的拳力一拳啊 不过这种出拳动作 怎么这么像打出大车轮上勾拳的杰克啊 要是旷车版本的杰克打出这拳 肥猪苏米究竟亏会变成大风车啊 而中拳后的苏米 被一拳打到头脑晕眩 不计猪老老正当道 变成豆腐花了 收成蛇金脸奥利巴 正经扭头蓄力再次前冲 噢 天哪 这次是观用手了 奥利巴一发超级力右手中拳 直接砸奥砸爆苏米的猪脸 在年口碧全部打成一坨肉酱 这是要做猪肉饼吧 此刻苏米拳头下了脸 肯定是这样子挤成一坨的吧 这是当年一拳解决凯巴尔级别的表现力啊 叫你转让我的惯用手 牙齐了嘞 拳头复仇成功 太解气了 对啊 这是胖苦拳 奥利巴这次在用胖苦向勤拳吧 根据空想科学研究得出 要像胖苦那样 将叶比海宽的头打凹成这样的表现力 只需要缺取6吨的拳力即可做到的 奥利巴的拳力一下子从250公斤 飙升上6000公斤 当时海力奥利巴单手流转铁门把手 470吨真正的超乖力还差得远啊 奥利巴正在逐渐解放自己的乖力无双的完全体 想必已经离他解放那直通天际的肌肉摸山不远了吧 苏米被一发6T胖苦拳打到向后冲不断喷血 就连拖鞋都掉了 站不稳 当时奥利巴一拳都打不倒苏米 现在一拳就击飞了 是奥利巴恢复乖力无双力量面板 还是因为苏米被杰克咬破的脚跟 还未权益的缘故啊 是拖鞋 当头嫌要将拖鞋脱掉才不妨碍战斗这次尝试了 居胸泳山看到肯定说离外行啊 苏米接着双鞋骑掉离地后冲 就撞到一辆高级面包车上 才勉强能停下来 高级车果然作为跳楼垫底的宽冲 或者表现力展示的工具 都是绰绰有余的选择啊 在银崖世界 大家要尽量避免让自己的车出进 不然肯定报废的 我都开始为停在这个停车场的车主感到难过了 被撞爆的高级车只被肥猪撞起了一边 接着就落到地面了 而将那样车单沙发做了苏米 嘴皮黯沾一边懵逼失神 这番被一拳揍飞了一幕 简直就是像是永世安用轨跟拳 打飞肥猪的复刻版本啊 看到肥猪被揍就是爽 但是貌似是永世安那拳插得更深入啊 这次苏米该无愧又被一拳打晕过去了吧 没有 苏米还有余力露出轨下面 用蓄力前冲了 果然还是永世安那拳比较屌啊 而奥利巴却露出一脸又要逮捕苏米的样子 破坏鞭车辆可是中罪啊 碰 哇 苏米居然使出至今典的缩小数情报 已经印流水帮飘逸生法 携带猪气味就冲向奥利巴的怀中了 而奥利巴却不闪不躲 甚至还三大双臂打开门库 就像故意让肥猪冲进来一般 双方激情酷涌了 这体位完全就是上一上反过来的呀 奥利巴这次住院太久 没抱亲爱的玛丽亚太久 所以才以肥猪树米为代替重温一番嘛 要吐啦 只见得到爆爆树米 那只剩下九死的咸叔手 已经伸到奥利巴的那里了 没错 就是那里 就是奥利巴三次被树米抓住后 掰断了肋骨位置啦 肥皮的树米居然想故技重刺 却针对攻击奥利巴才敢全越三次 发动拉索的肋骨头了嘛 看树米手指抓痕 怎么一副抓空的样子啦 奥利巴开会是将肋骨切除 真的变成五股肌瘤 五股剩有股 没有弱点了吧 不对 还有肋骨 还有肋骨 苏米用拉握出钻石超高压握力 可这肌肉还是握着奥利巴肋骨了 你看 多棒的肋骨啊 奥利巴这复活的肋骨 明显比之前更有质感和观察 拍成这样居然还能痊愈 是人体太神奇了 还是说换了什么太可亲肋骨了呀 换肋骨? Yeah! Yeah! 奥利巴你该为将厉害玩的全副列列 全套根块了吧 怪不得好得这么快了 奥利巴一副默奸的样子 露出暗爽表情 看来是真的快乐 这次他不像上司拉一样 被抓住肋骨命根子 就死不上力汉流满脸 他是连肋骨都充分锻炼过了 还是苏米没将奥利巴抬起的缘故呢 奥利巴完全不给苏米后续的时间 随之用力下压双全 他该不愧是要做出暴衣动作 再次吃包肋骨了吧 五股肌瘤2.0什么的要来了吗 没有 奥利巴夹紧双臂 居然用了强而有力味道好好闻了腋下 还有膨胀奔紧的上半身 锁住苏米压后抓猎手肘了 奔进是苏米的巨胸视角 这次名副骑士仍有腋压钱啊 夹断他 夹断他 奥利巴这是要像杰克拉一样相互伤害吗 你掰骨我就折骨吧 哇 破解了 破解了 苏米本来抓猎九子 就像强制弹射一样 从奥利巴肌肉上弹走垮走 犹如手垮了 苏米引以自豪的肋骨都淡布 再建立骨头的必杀技居然被破解了 发生什么事了呀 是被杰克咬掉为止命根之后 玻璃大幅度削弱了吗 而答案 等奥利巴自己揭晓吧 奥利巴奔紧那超三班的肉体得意的说道 哎呀呀 那个垮到外面去了 你的巨人怎么失灵了呀 我所用的就是所谓的酸 酸就是门酸的酸 意思是古代所门用的插销 酸是香布和油道中 一种锁住对方必走的关节剂 奥利巴这次反过来用香布的技术 锁走白子手臂 强制苏米伸出体肋的手指啊 这招香布倒开篇 独步也对焉牙用过的 看了奥利巴住院期间 就考虑过油隔破解肋骨头 想必肯定将古代香布研究透彻才复仇了吧 高智山终于在线回归了 我们也是顺便用那招 治好奥利巴的脑残了吗 奥利巴居然将双臂进一步可拢 抓住自己的手腕 彻底将苏米的双手锁死了 奥利巴这次故意放开松坛的大门 给肥猪进来 再把门宣上来一招刮门打猪啊 这种情况下奥利巴竟然要指出什么技能干掉庶民啊 是要用圈之舞还是肋骨剑啊 哇 都不是 是投机 奥利巴双猪树苏米手肘后反过来一招过被摔 将苏米整只肥猪摔放空中了 这是科技恐怖的科技妖利啊 力量敢爆炸快要溢出屏幕了 这招锁手情况下了变种德式被摔 在摔角中被称为双臂交叉过被摔 相簿中也有类似的摔法 在双致的情况下可以使出的相簿技术有很多 但是奥利巴偏偏就要用 这种最具力量感和威力的摔法技术对树米以牙宽牙 奥利巴是决心要用相簿技术 在实战上打败树米嘛 用技术奥利巴想想都要不得了了 树米的抽出脸狠狠地砸落地面直接吃土 这次与上次不同 不是在到场的木板 而是坚硬的水泥沥青地面上啊 开餐不久树米就被上次打脸 班员谢谢你的温柔 我好了好爽啊 这打斗量明明能吹三块的 却一块放送真的谢谢你啊 这是春节特别礼物嘛 诶 当时就算被砸落水离地的树米 也没有当场去世 反而是鲜鱼用完锅背摔 头部贴踢奥利巴起身 他下压抬高双腿配合双掌用力三滴 接着树米这个250公斤的胖子空翻起身 灵活道竟然跳体操 让我差点忘记他是有个大肚子的正三角力士啊 想必苏米里也能做到奥利巴 让我旋转烤鸡级别的华丽起身了吧 哼 苏米刚刚双脚落地 背后的奥利巴就当手撑地要翻身过来 一副要跳街舞的样子 苏米没人回眸的 可同为五指奥利巴心心相细的对视 无伤满血的奥利巴 可硬刺三巴头部打击 还没有倒下苏米再次对视 苏米血厚的离谱啊 果然有被打绝物就不会倒下的被动天赋 就是好用 投机精通甩技最强的英雄 果然矿头摔能力也是超强的呀 可理 奥利巴慢慢撑住自己啦 好像手腕骨子的手 就像在邀请苏米刚那个一样 这大拇指怎么 呃 乖乖的 而苏米看到后路出兴奋又期待表情 他是在羡慕奥利巴有一只完整无缺 有五根手指的手嘛 不用羡慕啊 厉害完了手指还有多余的呢 换呗苏米 抬高手掌奥利巴得意的说道 来吧 我们手抓手来比力气吧 啊 奥利巴正是在邀请苏米 来一场拼挖力握力的绝力分胜负 他上两步明明才输给一个勇士郎 现在怎么这么自信呢 而苏米可是有个勇士郎都做不到 握出钻石级别的握力的 怎么比啊 苏米听到这邀请后有点吃惊 他喵喵 是一公斤左右扔压 以奥利巴轻一百公斤 而奥利巴体重只有两百五十公斤以上树米的一半 那树米里究竟有多重啊 烦哩 吐槽玩的树米 竟慢慢伸出自己那只手同意决力了 啪啪 牵手成功了 没错 树米用的是被捷克咬掉为止 只有四指的被惯用左手 而奥利巴用的是惯用右手啊 九指紧紧拥抱可并在一起 怪不得奥利巴这么自信伸出右手提出比利器了 肯定是故意让树米少了一根手指的便宜了吧 Shit 但就算树米没了一根手指 这也还是燃牙世界握力表现力巅峰 就有一百吨十万气压 将石烫握成钻石双手中的左手 平线在树米 应该也能将奥利巴黑成炭的手握成钻石了吧 不行的不行的 听说失去小手指提供了协助后 手就会失去大量握力 有可能会丢失50%以上哦 也就是说现在树米最差的情况 只剩下50吨握力了嘛 诶 还是五五开 双方保持原位 看来都还没使劲 而将手抬高过头奥利巴说道 你虽然被称作为力士 不过还是超级超级 无力啊 用力了 奥利巴用力了 奥利巴开始用官用五指 用力下压树米的柿子 树米垂直身体下沉 居然被压制了 奥利巴的五指在上 压弯树米的柿子 四队五 受伤未遇对满状态 这不公平啦 但是这种不利状态 对树米来说肯定是刚刚好无所谓了吧 凤 树米双腿下沉 看来端的小指这力士命根子 真的对树米的力量发挥影响很大 而战进山峰 有钱肉嫌疑奥利巴 轻松了呕了一声 嘲讽力十足 而下风的树米露出自幅笑容一脸高兴 但是随之就和你满脸有点宽了 原来奥利巴已经将树米按压到 让他的猪头与自己视线同高 在树米的血肉补丁下 怪力无数奥利巴重振雄风 真的多谢杰克里呀 目测除了断子影响以外 树米被杰克咬掉的斜盘机还没长好了吧 这肯定又会严重影响树米的力量表现 而且这种拼力器的姿势 拼的不只是握力 而是加上万力 臂力 贝力 等等多种杰克而成的履力 单单以肥猪辣折损过了单一项高握力 是很难玩吧奥利巴的 对方可是能当手留铁门的美国最强大力士啊 而奥利巴用全力将树米的手扎扁 树米流出冷汗宽的步行后 啊 居然连右手都用上了 树米用关用手 握住自己左手腕接力顶住硬砍了呀 你用这种握法般左手 完全就不能体现100T的握力的 你是要将自己的手臂握成钻石吗 这也太逊了吧 不过本来就少了一根手指 这样做也不算丢人吧 是吧 哦 而奥利巴却再次发出些爆炒讽上 现在我比你高了 天啊 双手用上的树米居然被奥利巴单手压制了 奥利巴头部海拔比树米更高 双手都拼不过单手 开什么玩笑啊 你可是他可能握出永山都握不出的钻石 被吹到飞起的男人啊 树米你这个相铺到大波子就这么 比利息比握力不是你的强项吗 你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这个版本了呀 苏米可不是什么垫脚石 所谓一代版本一代神 代代版本看半圆 有多风光就有多落魄 果然苏米双手加起来的百来吨力量 还是比不过奥利巴扭爆铁门470吨单手力量 这才是怪力无双啊 现在我只想说 倒三角真的很厉害 怪力无双真的很强大 比斯凯特奥利巴真的令人畏惧 奥利巴我的超人 奥利巴你好强大 文化结束 下周期无坎 传爆了 这期传爆了 看被电的老角色复仇什么的太传了 这次苏米比力气强赢都难了吧 下期班员可能会科普持续小时候 对窩力的影响什么的 苏米存在意义果然是让老角色成长嘛 要是班员将老角色电给新角色后 再来场不愁战 套路一直玩下去 真的不愁篇不出剧情 永动机完成了 喜欢这期的帮鸡蛋点个赞啦 谢谢啊